五十三岁山东农民大哥 自学金钟罩铁木山 硬扛韩国大理事上百拳 竟毫发无损 还一拳打翻对手 当场就给对手上翻 好 管着旁边出去看 视频中的拳手 远看像一个尸体 穿着兽衣啊 炸湿了 结果拉近一看 没有错 正是一个炮台毯子 来自于韩国的大理事 乔承勋 好 至于看这个家伙装神弄鬼 这身打扮属于实话 观众朋友们太不吉利了 戴着个面具 穿着一身兽衣 看来他很聪明 还有自知之明 把自己的后路 把自己的后事啊 已经准备好了 太聪明了 还一点得意 一点的嚣张 现在让你笑 一会儿让我哭 在前这个家伙 自称韩国武术 是天下敌 还称我们中国武术啊 给他擦鞋都不配 更是表示自己体内流淌的是 大韩民国的血统 拿捏中国选手 那是分分钟的事 好 我再注意看 净土当中的选手 正是本场比赛的 擂台挑战者 来自我们中国山东的 农民大哥 张成龙 好 注意看 起来的时候 这个擂台有点矮 创到脑袋了 没办法 因为这个擂台啊 是为韩国人专门定制 因为韩国棒子 普遍都很矮 和日本的小鬼子差不多 个头都不高 没办法 观众朋友们 营养不良啊 那长 他也长不高 在韩国可以说啊 吃上一顿肉 那等于过年了 但韩国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 他们真正的美食啊 那就是泡菜 那是全世界 最美味的东西 甚至把泡菜 视为国宝 好 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黑色短裤 我们中方选手张成龙 他是一位传统武术爱好者 自学武术 虽然说他的老婆 他的妻子啊 不太赞成 但是他呢 还是很痴迷 这个传统武术的啊 现在被押到龙边的大胖子 便是韩国大力士 朴承勋 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 正在韩国 对张大哥来讲 属于跨国打一场国际拳赛 这也是他有史以来 打过最重大的一场对决了 之前在国内 打一些个很小的赛事 也都是业余的 今天是不要拽 后手打晃了 尚未杂拳 不着急 一下是一下 帮对方呢 好好消化一下 把对方昨天吃的泡菜 给他打到吐出来 据说张大哥最拿手的 便是他的金钟罩铁木山 抗击打能力极强 原来韩国的最强勇士 这个大力士就这点水平 连一个 这个业余选手都打不过 反正旁门那是他太弱呢 还是我们张大哥太强呢 好连续的后手勾拳 三拳 第四拳 今天在张大哥这里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战术 没有任何准备 两横一束 那就是干 他没有什么团队 没有什么教练之类的 就是自己来到了韩国 但是来了韩国才一天 才吃了两顿饭 张大哥就赶紧迫不及待的想回国了 他表示韩国的这个饭菜 哇太难吃了 因为在韩国啊 这基本上除了菜就是菜 不是泡菜就是豆芽 或者说吃一些个青菜 没什么荤腥 而且这个韩国棒子不清楚的是啊 他们平时吃的泡菜和白菜 没准正是出自于我们眼前这位张大哥之手 因为他是个农民 家里边也种了不少的白菜 好再次农民对决 我们看这个大力士的利息 竟然还不如我们张大哥 对方啊只是看着撞 而张大哥呢是实打实的劲儿 是常年干农活干出来的体力 对方老师摸个后脑勺 意思是张大哥呀 不懂不守规矩啊 打他的脑子 呃 张大哥呢 他没有打过太专业的比赛 对规则呢不是特别了解 对方老师摸个后脑勺 最后三十秒 好漂亮 前职 有提当行为 这很符合韩国人的特点 俗话说的好啊 不要和韩国人讲体育 不要和日本人讲历史 不要和美国人讲道理 说的就是这个三个国家呀 都很野蛮 都很无力 哦张大哥要不要轻一点呢 我感觉对方啊都快被掐断气了 有点晃 有点晃 张大哥继续的压制 呃 观众朋友们才反应过来 张大哥也姓张啊 还是那句话啊 姓张的选手都很强 你说观众朋友们 这个以后打架的时候 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 先问一问 对方啊是不是姓张啊 是姓张的话 那就三十六级跑位上就行了 我们国内现在姓张的选手 都太厉害了 张伟丽张志雷张立鹏啊 现在又来了一个张成龙 都很强 张大哥在打拳之余啊 还不忘记整理发型 头可断血可流 发型啊不能乱 好前手 有一个 哦 双方换拳 再一个 又来 双方都不做防守 哇 张大哥让地方打 这就是金钟罩 铁木山 哦 瞄准一拳 我们看 韩国大力士 崩然倒地 好我们注意看张大哥 迫不及待 赶紧给对手上坟 大哥不要着急 对方还喘着气呢啊 有点着急了 比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还要着急 看来这位张大哥也是一位 非常爱国的人士 我只能说 干的 笑 好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给韩国的大力士 给这帮高傲的韩国观众啊 上了一课 那么恭喜这位农民大哥 同时 十分感谢屏幕前 您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